今年的花莲文旦又产销才刚结束 热水乡农会也已经着手展开 明年2024年文旦产销系列活动 而其中已经办理第五届的文旦又花路跑赛 现在已经在路跑网站上开放报名 那么总管事黄胜黄表示 2024年的又花路跑赛将串联瑞瑟香温泉产业 来提供跑者双重的享受 2023年还没有走到终点 瑞瑟香农会明年度农产推广行销 却已经正式开跑 着手展开明年2024年文旦又农特产的产销推广活动 尤其三月份要率先登场的文旦又花路跑比赛 现在农会已经在知名路跑网站上下站帖 广邀全台各地国内外路跑爱好者共襄盛举 那今年比较大的不同的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把这个路线跟温泉做结合 所以我们今年的路线规划会是在温泉区 那又花搭配温泉的这个部分 那我想要观光客或者是路跑的跑者来到这边之后 跑完之后 路跑完了之后 可以到我们这个温泉区去泡泡汤 那一边泡汤一边闻着我们的又花香 那也是一大享受 路线香农会结合台湾温泉策略联盟 共同办理全台追花路跑比赛 不仅是正式启动每年8月份的温泉又产销 2024年的瑞穗香场次 农会还特别串联瑞穗温泉区 让报名参赛的跑者温着又花香的同时 也能享受英雄美人汤双重享受 2024的这个一花路跑的报名 到一月份截止 那一样上我们一倍特的网站来做一个报名 明年这个路跑的这个完赛礼 我们一样会赠送这个未来柚 也就是明年在8月底9月初的时候 我们会寄送一箱最碎的这个好吃的柚子 给完赛的选手 那当中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泡汤的优惠 我们也跟温泉业者在进行沟通协商当中 我们希望说有更多的这种优惠的方式 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跑者 提前行销推广 稳丹又农产的又花路跑比赛迈入第五届 平均每届都吸引将近一千多位的跑者参加 2024年农会特别将赛道拉到温泉区内 串联在地温泉观光产业 也创造瑞士乡农业休闲运动观光产业 记者石宇兰瑞士采访报道